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7月9号星期五 今天我要跟各位说一个人的观点 这个人呢叫马凯硕 马凯硕以前我曾经讲过的 他是新加坡的一个外交官 曾经在联合国工作过 这个人呢他对于美国问题的认识 我觉得比中国的很多智库 中国的很多学者说的可能更客观 因为他是在新加坡 他对于中国的问题呢 他不是说从体制内看 而是从第三者的立场来看美国 比方说他最近一个说法叫做美国的政策界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错误 说有个错误呢 他们是出自一种简单的认识 美国政策界认为美国的战略对手呢 只是中共 中国共产党 然后呢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 必然取得胜利 在马凯硕看来 这小儿科太幼稚 这和蓬佩奥他们说的那种 所以要把中共和人民分开来 然后现在呢对手只是中共 这个幼稚在什么地方呢 幼稚在首先 它不是个简单的什么民主不民主的问题 其次呢中国共产党啊 它跟你们的民主党共和党 英国的共党不一样 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组织 和你们那个出于竞选目的需要的组织 作为竞选工具的组织完全不一样 说这种话的人 他涉嫌对中国共产党的本质根本就不了解 第三你也没有办法把中国共产党和老百姓分开 那谁家里没党员呢 谁亲戚朋友 这爱秦鹏同学老家里边 没党员呢 多少党员 九千多万呢 所以你要把共产党 党员和老百姓分开 这个工作量你们可以做 但难度很大 你真的分不开 而且那要还要看 老百姓答应不答应 要看这样对中国来说 实际上究竟意味着什么 所以有这样简单认识的人 以为他的对手只是中国共产党 那这种认识 马凯硕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年轻的美国 只有二百多年 他的对手 却是一个有四千年文明的 四千年历史的文明 马凯硕一向认为 他是美国人的朋友 他说作为美国的朋友 我只能欣慰地说 这种幼稚的战略 只能以破产而告终 这话很重啊 我作为美国的朋友 我告诉你 你这种幼稚的认识 最终只能以破产而告终 而且说 如果你把这东西作为战略的话 你这个战略就叫做幼稚的战略 是一个年轻的美国 面对一个有着四千年历史的文明 你所表现出来的幼稚 马凯硕的话还挺幽默的 很逗 这篇文章我看了看 很有意思 这篇文章发表在 美国的国家利益网站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全文登的这篇文章 时间是中共政党 建大一百年的时候 7月1号 7月1号 咱们欢天喜地过生日 那是英文的 我们阅读英文 这么大块文章也有困难 好在有个叫木字边 加一个乐字 音乐的乐 这字读什么 我都不敢读 膜也没差 我们就姑且读他乐 宁乐或者宁乐 这个年轻人把他翻译过来 这篇文章翻译得也很好 马凯硕 他原来是外交官 现在不当外交官 已经退休了 他年纪也很大 马凯硕是新加坡 现在新加坡的大学的一个研究员 新加坡大学里边有个亚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中国赢了 在这本书里边 他对于中国对美国优先的挑战 这么一个副标题来讲 中国和美国到底谁会赢 中国会赢吗 中国对美国优先挑战表现在什么地方 这个马凯硕有个很牛的地方 就是他在联合国工作的开始是新加坡 驻联合国大使 后来人家当过安理会主席 01年到02年 曾经担任过01年到02年 他被推举为联合国安理会的主席 见过世面吧 联合国官员 而且他有个身份是印度裔 也就是说他的祖辈是印度人 新加坡人 印度人 著名外交官 然后学者当过安理会这个主席 这五个头衔 或者五个这个人身份背景 他说的话是不是值得重视 我以前 我至少有我两三期的节目 讲过马凯硕的一些观点 今天我接着把这篇文章里面 核心观点 跟各位讲一下 有的时候会揉进一些 我对这些问题的粗浅的认识 或者说我们学习马凯硕先生的文章的体会 马凯硕认为美国朝野 大家都抢着说中国坏话 涌动着妖魔化中国的浪潮 天天在喊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 原来是天天说中国要崩溃 中国要崩溃 知道吧 李登辉那时候 曾经一度认为 中共三个月就完了 最多三年 所以李登辉那时候有一度狂妄到什么程度 一度狂妄到要重新捡起来反攻大陆 这段历史台湾学者和我们研究台湾的学者应该把这段历史拿出来 也仔细研究一下 李登辉何以狂妄到就是在他一边一国之前何以狂妄到要反攻大陆 因为他认为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中国马上就崩溃 中国马上就崩溃 有没有一些事实依据呢 有啊 有些街头的乱象 对吧 有一些知识分子对这个体制有批评 还有颜色革命的种子刚刚扔到中国来 就好比是中了牛豆 刚开始做了一些反应 苏联那边出事了 中国这边也出事了 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正在酝酿着文明终结 李登辉便蠢蠢欲动 那个时候天天讲中国崩溃 惶惶不行了不行了 你看他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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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几天的光景啊 哈哈 现在天天喊中国威胁论 这个变化本身就非常之有趣 我和一些海外的公知辩论 有名的公知 有名有姓的老公知大公知 我跟他们辩论的时候 我经常嘲笑他们 我说你们一会儿说中国威胁 一会儿又说中国崩溃 你在一分钟里边说了两次中国威胁 中国崩溃 你自己不觉得逻辑混乱呢 其实他们逻辑一点都不混乱 因为在当时八十年代末的时候 喊中国威胁 那是他们的主调子 后来中国呢扛住了 中国人民 你拿每张人民币上面都写 中国人民狠行 看马回眼了 中国人民狠行 中国人民狠行 那居然中国就扛住了 而且中国发展了 中国承受住了那些人 在中国搞野死革命 公知的那种集团式的进攻 我们扛住了 我们经济发展了 我们站稳了 关关难过 关关过 我们晃一晃 我们又站稳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呈现一片新面貌 所以当我们的GDP 原来是美国的 是日本的四分之一 突然和日本拉齐的时候 日本人哗啦哗啦滋嘞啦 呐嘞嘞嘞啦 鬼子一片乱叫 那后来我们现在的GDP接近美国 美国现在跳的欢数完全可以理解 4月的时候美国国会审议了一份好长的一个报告 是个法案 叫什么法案 叫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一共200多页 快300页 一个法案300页 你想现在读纸媒 谁能读300页的东西 很少 但是美国的法案就这么多 这里边乍看起来 这种现象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连我们的敌人都不得不重视我们 而且300多页战略竞争法案 除了把平时对中国的陈思烂调 打包到一块之后 他们又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 说要这样 要这样 要这样 坚决把中国弄死 所以日本有老鬼子 驻联合国的前大使 就喊美国人要打倒中国了 日本人等来了2000年的机会 所以日本麻生外相 歪着嘴说要保卫台湾 都和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有联系 乍看起来这种消息 这种叫嚣 说明美国已经正视了中国的威胁 这句话是马开舍说的 事实上真正的危险 在于妖魔化中国 甚至让有思想的美国人也相信了 美国这样开放的社会 天然对中国这样的 你们天天说中国封闭 中国不开放 中国威权 中国专制 美国对中国有天然优势 美国对中国有天然优势吗 美国对中国有天然优势的这样一个道德思维 这样一个幼稚的思维 这样一个无需论证的思维 能够让美国人保证赢了中国吗 美国现在有输给中国的精神 那既然是博弈嘛 对不对 好 两个人拜万子 两个人打钱 两个人摔跤 两种可能性 美国人呢 自己必胜 中国有句老话 兵书常讲 叫交兵必败 你输不起 输不起可不是说你就强大 输不起说明你心里边有问题啊 中国扫地僧 我打不过 我赢不了你 正常我一个扫地僧 我怎么能赢得了你 你天下无敌啊 你武功高强啊 但是扫地僧现在可是打了一通了 筛下一大片 中国现在第二扫地僧 中国第二 现在还有一个天王 武功盖世 自命不凡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了 那就请问 天王阁下 跟扫地僧打一局怎么样 你必赢吗 天王在那 在那里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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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了很多 说他一定赢 然后怎么那么了不起 民主自由宪政 普世价值 然后呢 说我第五宗队已经发挥作用了 中国公职 现在已经动员起来了 现在怎么着 好 你甭说那么多 动手吧 那动手的时候 你说这天王这武林高手 天下第一高手 东邪西都南地北盖 都不如你 那你现在在心理上 你想一想 马凯说就问 在心理上 你想一想 你有没有输给中国的勇气 假如你要输给中国了 are you happy what are you feeling now 你什么感觉 你要输给中国 你怎么办 马凯说太幽默了 我喜欢这个马凯说 这老哥 这俩黑黑的 印度裔 很有意思 所以他提出了个非常好 有趣的问题 说明美国人 现在呀 这种心理 你说它是优势 还是心理脆弱 两个方面东西都有 所以说美国人现在呀 严重低估了中国的挑战 又严重高估了中国的挑战 高估了是因为他输不起 低估了是因为他所采取的措施 包括他的所谓 2021战略竞争法案的指导原则 都是错误的零核游戏 如何赢得了啊 中国人呢 在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 每次都说 核则两利 斗则两败 一条船吗 核中共计吗 不是光是中美呀 整个地球人 咱们大家都是一条船上啊 没说一根绳 一根绳跑 停咱们到一条船上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是基于中国几千年的文明 我们提出了理念 而美国人说 一定你死我活 那问题如果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我活你死 这时候怎么办呢 因此马凯硕 他 你说他当过联合国安理会主席的人 他提出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就摆到美国政客面前 美国政客什么反应 鼻子起歪 啊 美国第一啊 我们怎么能忍受奇耻大辱啊 中国过去 中国过去是我们的八分之一啊 我们压根就没想过 中国人居然会构成挑战 而且按照美国政客的说法 那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全方位构成 系统性的挑战 所以 美国国家的一网站能够发 马凯说的这篇文章 而且是7月1号那天发 我认为 这是给中国共产党100年的一个赫理 这个赫理是换一个角度 对中国共产党百多年来所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成就 一种肯定 这种肯定要比我们很多人的那种的千篇一例的颂扬词要来的更深刻更实在 美国人不理解中国 首先是不理解中国人的那种强烈的一种民族的心理 这种心理是什么 就是包括美国 包括你英国 包括你澳大利亚 包括德国 包括法国 西方列强 特别是后来的日本人的入侵 杀了我们几千万人 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 中国历史上曾经是非常惨痛的 中国的孩子 中国人是有历史信仰的 中国人是把历史当作信仰的 中国人以史为鉴 中国人从历史当中总结经验就要去 所以司马迁为什么牛啊 司马光为什么就牛啊 对不对 资质同鉴 史记 为什么有点见识 有点沉淀的中国人一定要读啊 因为历史太重要 中国的历史 那就是过去 我们自以为啊 地理的阻隔 我们以为我们是天下 我们就是天下 天下就是我们 所以我们的主义 从根上来说就是天下主义 但是李鸿章惊呼啊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啊 人家打进来之后 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什么都不行 船船泡利 人家降维打击 所以我们吃乳 我们死了几千万人 这叫什么呀 这叫中国历史上惨痛一夜 马凯硕呢 他虽然是个印度人 但是他对中国历史上民族心理这一条把握的非常好 所以他认为中国人认为 现在美国人对中国所采取的这一套战术 在中国人看来 就是过去八国联军对中国强权的延续 是要压制中国 是想阻碍中国登上世界舞台 是西方列强最后一搏 台湾美国人 你们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啊 你们知道不知道 中国人会这么认为 你们对中国所采取的霸权主义的立场 当一个民族十四亿人都有这样的基本认识的时候 这可不是官方灌输的结果 是一种本能啊 一种同心原始的思维 我这种思维是因为 你随便问一个中国人家庭 说你们家里祖上有没有日本鬼子来了以后 被欺负的 被杀的 饿死的 有没有 我告诉你 无数的中国家庭 这叫民族记忆啊 马凯硕说 孙子和克劳塞维茨 都同一条古老的地缘政治原则 叫知己知彼 你即使不知道自己 也要知道别人 你要了解对方 这些事情都不知道 你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而且美国傲慢自大 无视这个原则 根本就不屑于了解中国 爹爹不休 民主啊 自由啊 人权 宪政啊 武力输出民主啊 美国第一啊 你老说这个 以前呢 中国人还听 现在一看你疫情搞得这德行 中国人对你这套 已经这个耳朵近 这个耳朵出 甚至根本就不往里进了 美国人没有意识到 当你们这趟呢 陈旧的宣传 一点不与世俱进的宣传 在中国年轻人那地方呢 遭遇反弹的时候 事实上就等于 美国的所谓 过去存在的一种的 道德优越和意识形态宣传 已经失效了 中国人普遍把你们对中国的打压 当作是八国联军的积蓄 而你们那套呢 过去有一点道德优越感的那种 所谓民主宪政的宣传 在年轻人这地方完全打不进去了 那请问 你们的胜利基础在哪 马凯说问了 说我举个例子 拜登政府的情报总监 曾经说过 说中国挑战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中国人挑战了美国的繁荣 中国人挑战了美国的价值观 很多人都觉得 他说都有道理 那我们为什么跟中国过不去 就是因为 美国的安全被中国威胁了 美国的繁荣被中国威胁了 美国的价值观也被中国人威胁了 但是马凯说 一条一条分析说 美国人裹了掌 我跟你们说句冷静的话 他这三条 一条也没说对 他根本说的不着边际 他说的是错的 中国人没有威胁美国的安全 中国人怎么会威胁到美国安全呢 中国人更没有威胁到美国的繁荣 美国的繁荣是和中国分不开的 他当然更没有威胁你的价值观 是你要把价值观强加给别人 当然 马凯说作为一个研究员 作为一个资深的外交官 他的论述不会说的这么简单 他有更复杂的论述 更丰富的论述 论述到什么程度 我下期节目再跟你讲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